而另外來看到這一名男子則是吃霸王餐的慣犯 在新北市一名男子呢 他是去土城賣場裡頭吃這個日式連鎖餐廳的炸豬排定食以及拉麵 但是他發現呢 就用QR Code點餐店員都在忙著備料 根本沒空注意客人有沒有結帳 因此他一再吃霸王餐 不過這一回他沒有躲過店員視線 不但是當床被打個正著 甚至還遭到提告 男子到日式連鎖餐廳用餐 點了滿滿整桌 一口接著一口吃下肚 短短幾分鐘的時間就把桌上餐點通通掃光 但他起身離開座位不是要去結帳 而是直接朝門口走去 隔天他食髓之味 而且還穿著同一套衣服 加碼多點了好幾道菜 不過這次他沒順利躲過店員的視線 吃霸王餐被逮個正著 店員要他回來乖乖付錢 有他的他吃的那些 單據收據的 你吃了什麼 男子兩手一攤說沒錢店家只好報警 非得要等警察來他才肯從時招來 但最後還是得叫家人來付錢 事發就在新北市土城一間大賣場 男子不只一次到店內吃霸王餐 而且還越點越貴 店家氣得一狀告上法院 而男子也被帶回派出所 不過他又是怎麼躲過店員 男子就是在這間賣場的連鎖餐廳用餐 因為現在很多餐廳都會使用QR Code點餐 店員就不易察覺到客人的動向 因此男子就趁著店員忙碌大吃霸王餐 辦嫌發現店員都在廚房備餐 結帳還得按鈴才多次僥倖不付錢 但白吃白喝被抓到判罰三萬元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洪小璇 萬嘉瑋新北報導